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场有相当多的会员来参加关心自身的健康问题 以兰农田水利会多年前规划幸福农村有机田园系列讲座 曾邀请专家来谈过疾病史安议题 而第十一场系列活动今天上午在新立体育馆 邀请王宗道医师来主讲战胜隐形杀手高血压 现场约有签名会员来参加关心健康问题 王宗道医师为台湾高血压学会理事长 台大医学院内科教授台大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 透过讲座要建立相亲对高血压的知识及健康观念 守护自己与家人健康 高血压还是造成人类死亡最重要的原因全世界 那么而他的这个认识包括在家里量血压 而在台湾呢或者全世界来讲也都是往往都不足够 所以在这边我第一个要强调说在家里量血压的重要 那我们希望血压那每个礼拜然后早晚然后一次量两次所谓的722的原则 另外我们要知道血压的目标可能是140 90要控制好 血压的控制不是只有靠药物生活形态 那包括不要吃太咸的东西运动体重控制 那这些都是今天演讲的重点 根据卫福部统计 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疾病 死亡年龄从45岁至50岁开始 认识三高疾病如何治疗 药物选择可以破除一些疾病迷思 传播正确的医学知识 宜兰新闻记者黄珠汉从不倒 另外一场是在运动场外的是106年 宜兰县国际身心障碍者日的系列活动 今年是以消除歧视 周辉道顶来来作为主軸 在宜兰运动公园来举办爱心演友会 现场设置有70个摊位 展示社福团体的产品 还有美味小吃 鼓励社会大众踊跃来响应 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弱势的族群 圣嘉明学员李吴兄弟为宜兰县国际身心障碍者日系列活动开幕表演 亲爱的别人心你的眼睛 再说我愿意 有了的国民 放纵材技术 和爸爸生 爸爸 终点的灯光 一生 每年的12月3号为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希望唤起社会大众对身障者的关怀 事情障碍在我们宜兰县有三万多名 我想这个人数需要我们共同跟他们来打拼 接下来我想对今天的主题 就是说大家不要有歧视将农作回来 这个社会上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事情 就是默默的为别人付出 为别人奉献 而不求任何回报的人 非常感恩我们社会上有这么多爱心的好朋友们 让这个社会上变温暖 我们以南就是有大家这样共同的关怀 再会让我们去共同的公平正义的胳膊 慢慢来测试 慢慢来接近 这个浴室团队 希望大家来关心 我们人也关心 他就满意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共同法庭 来把这些团队来照顾好 而园友会现场设置约70个摊位 给社府团体展示他们的产品 同时还有美味小吃 这个都是我们学生的作品 挂咖啡 这我们学生的作品都在我们的咖啡包上面 这都是我们学生 那这个呢是我们学员 就是老师 舞蹈学员做的手工饼干 那我们其余的 这个都是 我们夜莺姐这边 帮我们目的的一些 物资来跟我们 一切花糖 还有手机吊饰 这个宜兰碗好像也是 对对对 这个宜兰碗 这个宜兰碗 忘了我说 这个宜兰碗是我们学员 就是 这是手工代工的 就是有膜 然后这整个是我们宜兰的沙土 就是粘土来做的 然后这边平安顺心 是我们宜兰的四个城门 取其一致 来一起成平安顺心 今天也举办金勇奖表扬 主要是针对杰出身心障碍者 身心障碍家庭照顾海膜 推行身心障碍福利 有工人员或团体 推行身心障碍福利 志工海膜而设立的奖项 表达对身障朋友 与为涉服努力人员的敬意 宜兰西文记者黄珠汉从不倒 今天还有一场相当重要的活动 是首次举办的2017印象节 今天是在中兴文创园区来开幕 集结国内外先锋大师 还有艺术家 在中兴职场来进行创作 另外还有影像装置 以及大师讲座等等 三期是一直到12月10号 精彩可齐 民众千万不要错过了 中兴文创园区这次集结了 国内外影音艺术创作大师 今天起要让大家看见 国际性的先锋艺术展演 为工业移构空间注入新能量 主办单位文化局 今天特别举行的开幕仪式 有很多的是从日本、波兰、法国 还有我们的香港等等的国家 来到我们这里做一个现地创作 所以他们的艺术作品是 因应的我们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氛围 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创作 所以这样的一个创作的一个作品 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 只有在我们的中兴文创园区才能看到 我们这个区块更需要有现代化 也有过去的 也有历史性的 所有的这些艺术啊 都能够进入我们这边的话 那对我们整个宜蘭县的 对全世界的一个声望也能够提升 在这个舞台上面 我相信会让宜蘭县在文化方面 更加的发光、发热 宜蘭县要打造一个文川的云香 我相信距离还很远 但是我们基础很够 我们希望目标正确 我们勇敢一起来努力 首都办理的2017年印象节 集结了波兰、法国、香港、日本以及台湾 等国内外先锋大师和艺术家 在中兴职场旧游的宜购进行现地创作 并且同时举办了影音装置 跨域表演、放映计划、大师讲座 专家导览以及实验工作方等等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活动 能够有一个扎根的文化能量的累积 同时也起到一个教育的意义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很多的是 会跟当地的社区的一个餐饮 会一起来做结合 第二个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活动 这个在我们宜蘭目前来看 以前没有这么多的大师级的国际艺术家 但我们宜蘭集体在这边做一个艺术的呈现 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不断的累积我们宜蘭的文化 深厚的一个实力 这一趟史无前例的影音跨域旅程 11月18号到12月10号 在中兴文化创意园区来登场 活动是精彩可期 民众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宜蘭新闻记者是世民采访报导 卫生局环线建走 今天第11站来到了武捷乡 吸引大批的乡亲共享盛举 悠游在52甲师弟来欣赏美景还有生态 下个月12月9号将要来到苏澳举办 期望更多乡亲一起走出健康 宜蘭现环线建走第11站 今天在武捷立则举办 吸引大批乡亲福老西幼参加 经过一大早52甲生态师弟的建走之后 一同齐聚在立则老街网球场 欣赏精彩的表演节目 竟一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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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国 健走活動之後還安排了摸彩 獎品是相當豐富 讓鄉親透過健走獲得健康之外 更有好康可拿 一舉數得 現政府為了提升我們 現民的運動的盛行率 在100年開始 我們就辦理環線健走的活動 一直持續到今年已經邁入了第七年 這幾年來其實透過這樣的環線健走活動 我們參與的民眾已經達到了7萬人 其實也提升了我們整個縣裡面的運動的盛行率 我們已經從原來的58提升到現在的78 其實我們也希望縣民朋友 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養成運動的習慣 能夠身體更健康 那這邊也邀請我們的鄉親朋友 那下個月我們會持續辦理健走活動 那地點會是在我們蘇澳12月9號 在蘇澳的城隍廟旁邊的網球場這邊來做一個集合 那這邊也邀請我們的鄉親朋友一起來參與 衛生局表示環線健走活動從民國100年開始推動至今已經第七年的時間 每個月輪流在各鄉鎮辦理 下個月12月9號將在蘇澳舉辦 期望更多的鄉親共襄盛舉走出健康走出活力 宜蘭新聞記者是市民採訪報導 你有聽過修伯瓜嗎 這交系臨美社區保存傳統修伯瓜傳唱的農村風情 把原本紙本收唱轉化成為更生動的影像DVD 今天也在地方傳統的福德廟來舉辦成果發表會 當地騎老輕輕鬆鬆唱著修伯瓜朗朗上口 現在一起來去看一看 修伯瓜是采茶神男女間的即興對唱 唱詞隨性發想 通俗有趣也帶有些細虐之意 不過隨著時代轉變已逐漸失傳 郊西臨美社區保存修伯瓜 把原本紙本收藏轉化成更生動的影像 今天也在地方傳統的福德廟舉辦成果發表會 我來去是照看店啊 照看那水是山改天 那對魚啊那是看天啊 那是那對我有感情 所以我們今天這次的文化 文化教寶藏在我們社區 能做三點空的這個業務裡面 一有骨川我們本身的特色有 都特別去法律 那這邊是修伯瓜最出名的 這修伯瓜是早期因為我們 這邊這邊三部電量多 爹也漲很多 這在漫廟的時候 虎雄對稱 跟我們生活中有關的 甚至跟漫廟文化相關的 在這個貴城中 我們在那邊堅持我們 同樣做這個阿白以外的 阿嬤 將跟我們漫廟的一個儲物 變成說 在那裡的修伯瓜歌詞 哼得朗朗上口聽不下來 三語好不好 心湯 雙球 三語 要喝好茶 不用怕沒 反映你來這頭 就這樣黑白瓶了 對 那也有這個調存在這樣 這就喜歡這修伯瓜 就是 這是第二桌啦 但是 當初在二桌的時候 馬迪安說這個計畫是怎麼走下去 我們也希望 因為我們設計物 營造 臨美石板步道 打軟解說 我們也希望說 可以訓練說 另外一邊解說的人 可以將這個文化融入 在解說範圍之內 同時也希望說 因為我們這邊的小學 也是要說 向小學生往下砸根 老人家還正是社區的寶 把文化保存傳承下去 讓在地孩子更認識了家鄉文化 宜蘭新聞記者 黃竹漢怎麼到 阿寶教育基金會 輔導身心障礙學員 學習服務人群 在宜蘭市自強路的據點 設置有 蝸牛慢慢走餐廳 初期會有任務 為清障的學員 在老師的陪同之下 學習做餐點 沖咖啡 還有餐飲服務等等 餐廳也已經開幕了 歡迎鄉親麗麟 來給予他們鼓勵 溫杯後開始淋咖啡 耐心等待每一滴香醇 阿寶教育基金會 清時光餐廳今天開幕了 六位清度身障學員 在這裡接受指訊 雖然動作慢了點 但每一杯咖啡 每一份餐點 絕對是用心製作 我們這個餐廳叫做米寶清時光 後來在訓練他們這個過程的時候 發現我們的孩子動作有點緩慢 然後越看他們越可愛 然後每一個在走動的時候 那個動作都是慢慢的 可是最後面他們都可以完成他們的使命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我還是要改一個名字叫做 鍋牛慢慢走 鍋牛慢慢走 那個意志力是很堅強的 阿寶教育基金會主要輔導生長 發展吃緩的孩子 尤其要幫他們就業自力更生 在鍋牛慢慢走餐廳可以進行指訊 還有學習和人群接觸 未來二樓 目前二樓有咖啡廳的一個包裝 就是我們現在最流行的耳瓜咖啡 然後他們也是在這邊二樓做包裝 那未來三樓是給他們種有機蔬菜 以後你們吃的蔬菜 也都是來自於他們手上自己種的 這就是我們給他們的目標 人生的目標就是要自己打拼 要拼得要拼 他們也要有這個認知 扶孩子一把 蝸牛慢慢走在各界資源支持下開幕 營業時間為每週一至週六 上午8點至下午5點 每塊錢的消費 就是給小蝸牛們最大的鼓勵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翰從頭 家裡有不穿的冬天衣服嗎 因為外籍漁工來到宜蘭工作 即將到來的冬季氣候可能是無法適應 尤其是海上作物業更是嚴酷 所以漁工職業工會特別發起了這項活動 希望民眾將家裡不用的二手保暖衣服 來捐贈給工會 進而送給全國的外籍漁工 善心民眾依照地址 將家裡海蒜新品的外套 送到漁工職業工會 需要轉送給海上作業的外籍漁工 預防低溫 保護身體 哇這件很厲害喔 可以防風又可以防水 工作的時候很實用 說這一點點 一點點心理 你帶什麼 一些衣服 不能舊的衣服 為什麼要拿來吃 剩他感召 我見過這樣電視 來自東南亞的外籍漁工 比較無法適應台灣冬天的氣候 加上保暖衣物也是經濟的負擔 所以工會在四年前開始發起募集活動 而且受政對象不是只有宜蘭縣 連其他縣市跟外島漁工都能受惠 在台灣工作的這些漁工 大部分都是從東南亞國家來的 在東南亞國家就是屬於熱帶地方 所以他們來的時候沒有帶 比較厚的保暖的冬衣外套 所以他們很需要 在這邊工作的時候 需要這些冬衣外套 那但是他們的薪水不高 所以如果要撥一點錢 出來買這些冬衣外套的話 那可能就要花蠻多錢 對他們來講負擔也蠻大的 要發送的對象 大概如果是在宜蘭縣境內的話 我們會發到烏石港或者是大西漁港 還有我們這邊蘇澳港這邊 其他的我們也會寄送到新北市的金山萬里一帶 我們會透過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去發送 另外有其他的就是在南部那邊的漁業署 他們會寄到 除了當地的那個港口 有外籍勞工的 特別是境外聘雇的漁工 在那邊是比較多數 他們也會寄到 漁業署也會幫我們寄到那個澎湖 馬公一帶的給這些外籍漁工 如果民眾家裡還有不穿的外套夾克 都可以送到或是郵寄到漁工職業工會 地點是蘇澳鎮華山路117號 用實際的行動來做公益 這羅東聖母醫院副院長賴明昆開辦攝影展 賴明昆不但是國內的泌尿科權威 而且還受到父親的影響 也非常熱愛攝影 而這次他選擇捐出了45副的作品 意賣所得也會全數捐給聖母醫院 來作為醫療設備基金 國內泌尿科權威賴明昆是現任羅東聖母醫院副院長 從小受到父親的熏陶愛上攝影 兩年前還報名了羅東攝大的攝影班 四處留下美好的記憶 過去大多是自己欣賞 而這次院方特別為他開辦了攝影展 賴醫師也捐出了45副的作品 而易賣所得會全數當成醫院的醫療設備基金 當醫生很難得有這樣的曝光 不是在醫學方面的曝光 攝影其實我從小就跟我父親學攝影 我父親是一個照相名 他從學生時代 日本時代那時候 雖然說物質條件不太好 但是他就省之簡用 我們家最高紀錄有32台相機 從小到像火柴兒那樣的間諜相機 到到那個 大概各位有在照相網看到 要蓋著布 他一打也會閃光出來 我家都有 那個老相機我都在留著當古董 攝影班就一系列的把過去好像是董非董 有些東西做非常有概念的真理下來 知道怎麼樣構圖 怎麼樣用有光有影 怎麼樣應用這個快門的快慢 還有長短鏡頭 做出好像有 再把自己主觀的感覺放到攝影裡頭 所以可以看到有些照相其實不是照相 看起來有點像畫圖 那就是把你攝影的那些技巧放進去 這個也一點點的這個心意 就是說不成什麼好的作品 但是如果各位喜歡 那對我們聖母院這個不如幫忙這樣 為了感謝副院長賴明昆對醫院的幫忙 天主將林醫會理智神父 特別代表院方送上感謝狀 兒童人也送鮮花祝賀開展成功 並也希望外界都可以到場觀賞 不僅收藏賴醫師的作品 也可以支持羅東聖母醫院 由我們的電影林醫會所在做的感作 所以我代表林醫會要非常感謝 感謝他在那裡做律長 賴明昆 賴明昆從醫將近50年 不斷挑戰泌尿科創新手術跟治療 也為台灣培育了無數的人才 但在專業之餘 他更有顆熱愛藝術的心 而這場攝影展從現在開始 在羅東聖母醫院的7樓健康管理中心 展出到12月30號 院方歡迎各界一起來欣賞賴批的醫想事件 宜蘭新聞記者劉耀珍採訪報導 新聞最後來關心天氣 明天受到東北季風爭搶的影響 宜蘭地區天氣明顯的轉良 民眾一定要記得保暖的工作 而機則也要來關心的是明天 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 明天宜蘭地區是陰有雨的天氣情況 假以機率是90% 氣溫是16度到19度之間 接著來關心明天氣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蘭新聞 我是蘭夏如 感謝你收看 祝福你一切平安身心 假期愉快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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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